Hello 大家好 我是公阿 找Karen 我現在和家人一起去喝早茶 馬來西亞都有很多好吃的點心 我們現在去吃點心了 接下來的5月29日 晚上9點我會開Live 那時候我會邀請一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Hatamas的副董事 Nick Sill 跟大家分享在吉隆坡投資而居的經驗和心得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連結登記 多時見啦 Hatamas他打扮這麼帥 就是為了要去Sunday School 馬上哭啦 Karen J.P.M.I. Karen J.P.M. ノ 那頓章裡面是什麼炸的東西 我們是沒有碗吃點心的 我們全部都是用碟的 先試一下這裡的點心如何 它的燒賣是這樣的 不過沒有香港的大大塊蝦在上面 還有它有給雲醬的 某人生的雲醬 紅色的就是偏甜的辣椒醬 黑色的就是甜醬 也是比較偏甜的 好吃 很有彈性 蝦那種脆的感覺 有一個很有趣 好像炸燒米 好像我得我得燒米 然後有些我得我得的味 香港是超喜歡吃糖水果的 好脆 外面脆 裡面軟 沒那麼鹹 就是這個 菠蘿叉燒包 偏小粒 好像普通的叉絲包 我喜歡它的叉燒 鹹 醬汁是很好吃 偏甜 很鬆軟 整件事 它的酥皮不會太濃的 薄薄一層 無拉豬腸粉 這個辣椒醬 一脂肪 嗯 好吃 那個辣醬 真的很香很香 脆脆的 很有趣 感覺 豬腸粉很滑 很快就已經融化在我嘴裡 所以我現在還可以說話 糯米雞 吃糯米雞飯 當然是吃糯米 都挺軟的 好吃 放進口 又是立刻溶化了 它的味道 都可以入味 又多汁 不知為什麼多汁 好像很美味 哈羅味對對 對對的那種 拿出來的時候 像這樣 老味 所有跟叉燒有關的東西 這裡都好吃 不會乾 夠了汁 好舒適 小籠包 就太太分了 嘩 就這樣看呢 它的小籠包 都很多汁 好厲害 我竟然沒有弄爆它 一拿就拿出來 通常它黏著的籠 很多湯汁 皮薄 餡其實不是太多 不過它盛在是湯很多 吃完這個馬雷斯加點心之後 其實呢 我都覺得它的味道 是挺好吃的 是啊 都跟香港是有相似的 不過它有多了一陣 就是我們自己本地人 喜歡的口味 Localized 味道也是好吃 我覺得是挺高質素的馬雷斯加點心 還有因為有小朋友的關係 這裡呢 就比較 坐得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闊一點 然後有冷氣 是非常適合小朋友 可以來個餐廳 賣完單呢 就是170元馬幣 我們7個人 就是25元馬幣 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挺便宜的 有一件事要留意 剛才我們賣單的時候 他會問我們 有沒有用那個濕紙巾 在馬來西亞吃東西 如果你用濕紙巾 他們會賣你錢的 可能就是1元一個濕紙巾 所以你們都要留意一下 可能分分鐘 用了之後你都不知道 然後賣了你1元 如果你不想給濕紙巾錢的話 那就不要開那個濕紙巾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 記得like share 以及subscribe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Facebook 以及IG的話 歡迎大家去到Karen Kong Music 我影片下面有個鈴鐺 記得按進去 當我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